根據韓國媒體的報導 今年5月中旬 朝鮮軍方的一名少將因涉嫌腐敗 被當局下令在3,000人面前公開處決 5月15日 一名52歲的少將 在平壤一處市場被公開處決 現場觀看的人包括第七總局的幹部、士兵及家屬約3,000人 朝鮮軍方第七總局負責實施該國的建設項目 被處決的少將則被控通過經營建築項目發財 利用富裕階層的資金建設公寓 並向投資人許諾購房優待 在被情婦揭發腐敗行為後 這名少將被下令公開處決 朝鮮當局處死官員事件時有發生 今年4月 一名教育部高官 就曾因為所謂反黨行為而被金正恩下令處決